你綁好的時候,你線都已經傷到了啊 你的節節力 三號變二號啊 五號變三號 六號變四號 這個有人叫做單節 其實就是電車節的綁法 一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拉 形成一個這個頭 不要先不要拉 然後這邊扯 扯到差不多快要到 到8日晚的時候 這邊再用力拉一些 這邊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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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 這個線結的好處就是 它很順 那你線 如果你綁順的話 它的結結力就會比較強 有一種綁法 我常常看到人家綁 那種線抄不順 還是這樣子綁 一圈 一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然後從這裡穿過去 再從這個洞 穿過去 再從這個洞 穿過去 穿過去 然後你還要用力 那你吹 等你吹在好的時候 你真的是用尼龍線綁的話 這個地方都已經 QQ了 都已經捲捲 這種線也有人綁 但是我比較推薦這一種單結 這是電車結 電車結的另外一邊 這一種 這兩個結 我比較推薦單結 碳纖維線 接在八字黃 因為碳纖維線還比較硬 所以說我的綁法就是很簡單 就是套兩個圈圈 一個圈圈 兩個圈圈 然後從這邊 這就是雙套結 然後拉 拉這兩個圈圈 拉到差不多 不要 不要塑到這一條 這一條再往前 拉到八字黃的時候 再用力摧拉一下 因為 碳纖維線本身比較硬 它兩個圈 你到這裡 你扯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 它那個 硬的力度就 會把它卡死在這裡 這種很難得說會 從這裡斷掉 從這裡送路 那有一些人 碳纖維線 他還是要用那一種 那種 這邊穿雞雞那邊套術 你綁好的時候 你線都已經傷到了拉 你的結結力 三號變二號 五號變三號 這一種是 殺傷力 對碳纖維線 殺傷力最小的方法 它這個線 它這個線怎麼省線的方法 就是說 好 你套好了 你可以往前推 推 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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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 線頭 甚至可以不用結 然後這邊拉 因為它還沒有 數字 這種結也是 越拉越緊的 其實 因為碳纖維線是 硬線 但是 然後 抹納維線 正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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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用一個彎指 用一個彎指 這裡也是從 圈圈中間出來 前面這邊 也是從圈圈中間出來 然後小一點的 鉤子 這個是今天去小搞搞的 三號線 二號基努樓 一圈 然後捏緊那個 溝通 形成這個形狀 一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六圈 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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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圈 五圈 就代表你這個線結是有夠力 那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 白帶勾 它就是用這種方法 它只有防徑圈三圈 因為它這個是鋼紫線 我在懷疑它這個是用機器綁的 因為 因為我有嘗試過用手這樣綁 很難綁這邊那麼短 這邊最短也要這麼長 也這麼長 當然要長 所以它這個應該是機器綁 那這個勾結有很多人會綁 但是很多人還是用 就是有一條線繞在外面的那種方法 那 那尼龍線它比較軟 它比較偏向PE線 那 那 碳纖維線還比較硬 所以說有些時候綁 要 有些時候綁線結是不太一樣 不可以說用PE線的線結來綁碳纖維的線結 那PE線的線結 有時候要多繞幾圈 有時候要多繞幾圈 譬如說你要多繞幾圈 因為它很滑溜 那碳纖維的線還屬於是比較硬 它硬線的話 它要用線本身的硬 然後去卡線 所以說其實這個不太需要綁十幾圈 這種東西我綁六圈 細線的話可以綁到六七圈 然後出線的話甚至五六圈就可以 就算了 那些用線的線 可以取出 像是日本人的藥 後面是在四十四圈 然後再加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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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先來加一片 我們先加一片